我順便再來回到這邊講一下那個Charge VT 因為你會發現Charge VT 其實它已經給我一個答案,一個程式 可是跟我們寫的不一樣 那順便講一下,你會看Charge VT 目前它這邊的版本,免費的版本是3.5 那如果你要付費的版本是4 所以如果假設,那大概有什麼差別 給你的東西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給你免費的 如果你想要更好的話,這邊有更新 Upgrade to Plus版本 目前的版本,你Free的話是不用錢 但是如果你要 Plus版本 你每個月就要20塊美金 現在大概31點多吧 所以一個月大概就620多塊 不過我發現我身邊還蠻多人都有提升這個 因為它給的程式也不一樣 好,那只是說,你說老師 那到底你寫的跟它什麼不一樣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你們自己也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那當然呢,我自己寫的 這個寫程式的邏輯是這樣 我希望程式越短越好 也就是說呢,如果有些程式不需要的話 我一定不會把它寫上去 但是,ChalkPT或者別人的寫程式 其實不見得跟我寫的邏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大概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首先第一個你會發現,它開頭都有個叫定 這個定的話實際上就宣告變數的形態 它說定,宣告總和這個變數名稱 所以這個總和它用中文名稱當變數名稱 其實也是可以啦 可是有點怪怪的 然後呢,最後一列,有沒有 它是一個什麼 這個是一個double,是要小數點的 integer的話是一個整數 那i的話有一個整數 不過跟各位講,在BBA裡面 就是變數呢,它可以宣告 也可以不宣告 也就兩可啦 當然啦,以我的習慣 如果兩個都可以的話 那我幹嘛沒事要宣告 所以其實這三行 意思是說 如果這三行把它deletele的掉 也不會影響最後執行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 我開頭基本上從來都沒有定 OK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可有可無嘛 那可有可無為什麼要 就是能夠少一次 為什麼要多一次嘛 對齁 不然的話,我剛剛講那個宣告 那個變數的型態 我看很多同學都應該已經招架不住了 所以能夠省就省掉 所以第一個啦 如果將來你看到定 一日刪掉沒關係 大概99%都應該沒事 OK,像這邊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這邊有一個初始值 其實這個初始值不初始值也沒關係 因為你如果不給它 它第一次給什麼 所以這個總和這個 其實這一行其實說 也不要沒關係 那它多了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最後一列 那最後一列其實我們是11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打11對不對 它這個地方是多做一件事 就是向下追蹤得到的結果 所以向下追蹤得到的結果 因為我們這邊 這個 它 我們剛剛寫是for i 不是1耶 所以它這個有寫錯耶 應該是從2開始 應該是2到11對不對 可是它是寫1 1到11 1到是向下追蹤啦 那我們應該改成2到11 但是問題11這個數字 將來如果這個資料會增加 或者會減少的話 那如果你寫11的話 那之後呢會有問題 比如說你資料增加了 可是你還是只做到第11列 那就會發生錯誤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讓這邊 能夠自動讓它去追蹤的話 這好像我們之前講過啦 那你可以從什麼 從A1向下 A1Ctrl向下 它得到的最下面一列 那寫的方式 它是寫成用Sales 什麼向下 什麼 最大列的E 向下 它是向上追蹤啦 有沒有 它不是像我們是A1向下追蹤喔 它是怎麼樣 它是游標放在最下面 有沒有 然後Ctrl向上 它是向上追蹤 它不是向下追蹤喔 那結果是一樣的啦 OK 所以這個怎麼寫 其實都可以啦 我們之前寫的 不是寫這樣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寫成你習慣的方式 是寫這樣 就是寫什麼 寫一個叫Range 還記得吧 然後這邊的話 A1 向下追蹤的話 就是點END AND AND的話有點像Ctrl 向下的話 刮弧 然後XL DOWN 然後追蹤到的列 就是ROW 這樣就OK 其實得到也都是一樣 是11 再把這個 最後一列的變數 放在這裡就好了 所以這個最後一列 放在這裡 這樣OK了 不過我們前面好像喔 因為這個給 這個變數明顯很怪啊 所以我們之前 我記得我是把它改成R 這樣R OK OK 那當然啦 未來如果假設 你那個資料範圍 不太會變動的話 其實啦 說真的 你這個不改沒關係 如果固定到那個範圍 你改 等於做一個變數 有點多餘 還有其他底下哪 裡面 這個一樣耶 有沒有 拿NAS 它會多一個NASI 可是實際上 這個NASI的I 有跟沒有都可以 那如果都可以的話 我的習慣是 我一定會選那個 最簡單 最清潔的 當然如果多I 那沒有也沒有 那就沒有好了 所以我的習慣是 NAS就好了 實際上它完整的 敘述應該是NASI 意思是下一個I的變數啦 沒有沒關係 不過我們這邊 把它Delete 那底下的話 你會看這個好像寫得跟我一樣 一副 LAPT 那個SalesI列的 它是第一 一一也不對 它這個應該是 一一的話 指的是什麼 這個是列 那這個是藍 藍的話 指的是第一藍 不過我的習慣是 如果你寫一一的話 有的時候還要 就是算一下第幾藍 所以我這邊好像寫成這樣 我是寫成這樣子 兩個寫法都可以 不過我的個人習慣是 我會藍的話 我習慣還是用ABCD來敘述 為什麼 因為閱讀性比較高 OK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它加了這個點Value OK 那這個點Value 它是一個屬性 屬性指的是它裡面的資料 可是我試過 就是你有加跟沒加 結果是一樣的 OK 所以如果假設都一樣的話 同樣的邏輯 如果都一樣 那我一定不要加 所以如果把 那個CharlieP給的程式 來稍微檢討一下 那你會發現 其實有些地方 是我把它刻意刪掉的 像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是點Value把它刪掉 那還有呢 總和這部分 我們用的變數 不是用總和 我們用上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習慣的話 那你把這個名稱改掉比較好了 上 OK 然後 這邊一樣 這個是 第三欄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的程式是改成什麼 改成C 對 OK 最後輸出到哪裡 最後把結果輸出到15儲存格 在這邊 對不對 所以15 但是它一樣 多一個點Value 我講過 點Value沒有沒關係 還有是什麼 這個變數名稱 我已經改成sum 所以把這個改成sum 好 那你會發現 啊 改完之後呢 ChargeVC寫的 最後 就會跟我寫的幾乎是一模一樣 只差別是說它有一個向下 或向上追蹤的差異 其他都沒變了 OK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 你從那個ChargeVC裡面得到的程式 其實我個人習慣 哪怕是它提供的 我還是會把它盡可能改成我 自己比較習慣的那個樣子 因為如果假設 你說沒改也沒關係 但是問題是 沒改就感覺這就不是我的程式 所以我再怎麼樣 哪怕是我在網路上找到的程式 或者是說 ChargeVC 反正其他地方參考的 我第一個習慣就一定會想要把它改成 我自己比較習慣看得懂的那個程式邏輯 那個樣子 不然的話 真的看起來怎麼看就覺得怪 OK 所以這個是一種每個人寫作習慣 然後將來這個 你也可以去找一個你比較習慣的方法 都沒關係 OK 你覺得寫起來這樣感覺蠻順的 這樣就OK了 不要寫錯就好了 所以最後的話請各位 再稍微看一下那個剛剛ChargeVC 我主要是把它跟那個我們剛剛寫的 稍微做個比較 所以你會發現我剛剛改了幾個地方 就是把它回到剛剛這一段吧 第一個就是我把它什麼 把這個地方的宣告拿掉 第二個的話呢 向下追蹤這個 我是把它 它是向下 由下往上追蹤 我是由上往下追蹤 不過結果一樣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變數名稱總和 我把它改一下 它其他大概就差不多了 OK 所以請各位再慢慢習慣一下 各種不同的寫法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